好 有同學問就是Funk的基本功 那我思考了很久就是到底要講什麼勒 當然網路上也有很多啦 你們都可以去看看 那要我講的話 其實還蠻多的 但我今天沒有要全部講 所以右手的話就是刷咒 你要先嘗試著穩定 我會先說就是你就這樣刷 然後16分音符你可以練習彩拍 然後讓你自己彈在16分音符裡面 最好你可以彈到100、110 然後再來講 接下來就會遇到什麼基本功 你會比較好進入狀況 對,當然對有一些人來講就是 很不喜歡練速度 那我就會說加油囉 對,所以大家可以先嘗試 就是先練習到100 然後持續個一分鐘吧 就舒舒服服的持續個一分鐘 就是對我們再來講接下來的基本功 你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對,因為事實上就是 因為 因為事實上就是 對於基礎的我們來說 如果在沒有練過那麼多東西的狀況下 我們是很難一心二用的 對,所以在你都還需要擔心這個右手的狀態的時候 你就要去學左手其他東西 你就要去學任何的其他東西 你會很吃力喔 對對對,所以就是 今天的課程就這樣 太快了 大家可以先嘗試練到100 其實這個就是練而已啦 所以你就只要花時間下去練 對 那想要聽接下來 就是其他的一些 funk的內容分享的話 或者是其他任何分享的話 幫我留個言點個讚好不好 就是如果有破個 50留言 或者是破個50個讚 然後我就分享下一集 Maybe 呵呵呵呵 打掰掰 好啦,為了避免大家公幹我 所以 所以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 大家就是左手可以先稍微消音這樣子 然後右手就是下上刷 然後腳就可以框住 手刷四下腳踩一下 對,然後 大概要注意幾個重點就是 手跟腳的搭配盡量維持住 然後 反正就練而已啦 練久大概會習慣 然後 右手的話 就是盡量放輕鬆 然後 peak絕對不要死命的 捏 就是絕對不要這樣 因為你這樣子刷起來的 聲音絕對不會是放鬆的狀態 因為funk雖然說快 但是那是輕快 它不是 它不是 這一種狀態 就是 對 所以它是輕快 我們就要感受到那個輕鬆的狀態 所以如果你的刷咒刷到一半 peak飛掉 我會說那個是好事啊 對,因為代表說你沒有真的捏緊 怎樣 因為你捏緊的話 peak應該不太會飛掉 但是我會說這個應該是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你只是要peak飛掉 我會說這個是OK的事情 只是你要慢慢學著去拿捏 就是在一點點的力道上去 或是在一點點的控制 倒也不一定是力道 就是在一點點的控制上去 讓它 呃 不要飛掉 這樣 就是慢慢拿捏那個 微妙的那個 手感狀態 對,然後 手腕的刷咒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去看 Kory Wong 就是 Fothpack他們的吉他手 對,他現在爆紅 就Funk現在打算當家一哥 對,就是可以去看他的右手 就像脫臼一樣 就是那個是我看過最屌的狀態 對,就是可以練習讓你自己右手 宛如脫臼般的刷咒 這樣 對,就是放鬆 然後去甩 然後控制你這個甩的擺幅 跟弦面的接觸在什麼位置 這樣 對,然後整個狀態是要放鬆的 如果你 彈到一半你覺得你自己緊繃 你隨時可以在 不間斷的動作下 提醒你自己深呼吸 然後吐氣 對,嘗試就是盡量告訴你自己身體 整個狀態要放鬆的 然後穩定的跟著節拍器 必備良品 對,然後或者是上網 去YouTube打Backing Track 或者是 Drum Loop 跟著鼓的節奏 其實那個都是一個很好的 輔助工具 對 所以大概就會像 這個樣子 然後要能夠穩定的輸出 然後也可以跟別人聊天 對,因為你可以在同樣的動作下面 不跑掉的狀況下 又跟人家講話 又跟人家聊天的話 代表你應該蠻熟的 剛剛晚餐吃什麼 你要 呃,那個 剛剛晚餐吃 那個叫什麼 為什麼會翻 牛肉會翻啊 我快了一點點 昨天去了哪裡 昨天我回家當孝子 對,吃我媽煮的菜 對,然後最後一個小提醒就是 呃,剛開始 或許啦 剛開始我會建議大家去跟 鼓機 就是 Drum Loop 就是大家可以上YouTube去打Drum Loop 就會聽到單純的鼓的循環節奏 然後就可以跟著那個節奏去 去刷奏16分音符 然後在練習的過程中 就是大家可以去 記那個鼓的聲音 那個節奏感 然後還有它鼓打的每一個聲音 甚至跟著去唱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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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那個狀態記下來 然後在跟節拍器的時候 就跟著去唱那個狀態 讓你自己心裡面去有音樂 你會比較容易把節拍器 當成一個活的東西啦 就它對你來講不會再那麼死 對,就是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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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聽節拍器的話 你就會覺得節拍器比較有趣 因為那個音樂就會在你的心裡 然後那個狀態就會在你的心裡 嗯 就是 好啦就是 反正就是 留言破50 公幹我的也可以 然後按讚 或者是按讚50 那我就 maybe下一集 試試看好不好 掰掰 可以 游泳 傻子 像 大家 認真 感谢观看